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間餐廳的名字 你聽到已經知道是同堂 等於我們一家人吃飯的意思 其實這間餐廳給我很多很好的回憶 因為我們算是我現在經常來吃的一間餐廳 因為所謂同堂就是 我覺得吃東西最重要是 一家人一起吃飯的感覺 除了在家裡享受家庭樂之外 其實外出吃飯也仍然是 一家人大家有各自不同喜歡吃的菜 可以兼顧到 這間餐廳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它有很多懷舊菜 有很多新的東西 有創意的 還有懷舊菜做得不錯的 因為師傅都很認真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家裡經常來吃 我婆婆也喜歡來吃 我的小朋友也喜歡來吃 其實我們家裡有幾代人 可以說是六代人 我婆婆一百歲 我爸爸媽媽八十歲 我自己也不小 我不說幾歲 然後我的女兒 然後我有一個宅孫 已經三歲了 你看我們這麼多代人來到這間餐廳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我來到這裡不用擔心 給我很多家庭樂 其實桌面上所有的菜菜 都是我自己推介的 因為都是我家人比較喜歡吃的 好像這個鯪魚 煎釀鯪魚我很喜歡吃 但是我從來都不煮的 因為很麻煩 首先你起肉那一刻 就是經常都會爛 有些皮經常都爛 我做多少都做不到 所以我也懶得做 因為花時間 我不如出來吃 他們做得很好 我們一般客家茶果 就比較油一點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餡 有時候是鹹 我覺得他們做的茶果 就不像茶果那種那麼油 就是又加了一些豆沙 吃起來比較簡單 沒有那麼複雜 但是我覺得是好吃很多 好像我婆婆就很喜歡吃這個